一个故事一部童话,欢迎来到童话故事会 从古至今,爱情一直被人们传唱歌颂 可到了婚姻中,爱情又未复杂一步 当婚姻出了问题,又该如何做选择呢? 人人得知,管小姐的才名文明经纯 管小姐17岁这年的灯火会上 应栽对了同一个灯迷而偶遇到了赵公子 猜中灯迷的奖励是一枚梅花簪子 作为君子,赵公子自然是将簪子让与了管小姐 此时的他们却不知彼此会因为这枚簪子而多出许多缘分来 管小姐的才名文明经纯 她紧急书画样样精通,且在诗词上造诣颇深 某天,管小姐欢迎一舞时,不小心把簪子掉在了地上 而此时,恰好赵公子路过 又是这枚簪子,又是曾经偶遇过的人 昔日的回忆被勾起,二人很快双双坠入情网 郎才女貌的他们简直是天作之和 有了感情基础后,他们很快结婚生子 一晃数年过去了 管小姐依然每天像夫交子 家庭看起来也其乐融融 可某天,管小姐发现自己的丈夫竟然有纳切的想法 她心中不觉一动 是啊,自己已然年老色衰 自然比不得年轻的如青森般的姑娘 可她不幸自己与夫君的感情能够这么精密的结束 于是管小姐回到房间 她含泪提下了一首《隐容词》 赵公子回到房间,看到妻子所提的词后 忍不住泪如雨下 好一个你泥中有火,我泥中有你 好一个情深意重,深情款款的夫人 由此,二人和好如初 赵公子此生再也没有提起过纳妾之耻 夫妻二人至此和睦百年 故事最后,小编不仅感慨管小姐的稳重与宽容 如若她在当时上前去大闹 故事也就是另一个结局了 婚姻也没有爱情来的那么容易 可是二则却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需要好好经营 遇到问题不要退缩,不要逃避 也许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 也许身边的那个人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不堪 给自己一个冷静下来的时间 也给她一个便捷的机会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童话故事的朋友关注留言并加转发哦